湖南一村中有这样一位老汉 他被当地人尊称为蛇王 当地村民被毒蛇咬伤根本不用去医院 只要他轻轻念动咒语 就能将咬人的毒蛇乖乖招到自己面前来 随后利用这条蛇救治伤者 不仅如此 他还能将山谷中的所有蛇锁住 只要通过某种特殊仪式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山谷 且不被毒蛇咬伤 村中不少人对他的招蛇秘书深信不动 甚至有人表示他就是蛇神转世 那么老汉的招蛇术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湖南省一阳市安化县的一个小村庄 住着一个神奇的老汉 老汉名叫李夏初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虽然他无儿无女 可当地的男女老少都对他十分尊敬 甚至还尊称他为夏初公 别看李老汉相貌平平 可他却有一样让当地人称其的本领 而这个神奇本领的处处 还得从当地的气候环境说题 李老汉所在的小山村 属于典型的南方天际 不仅四季潮湿多余 植被也是相当茂盛 当地的条件对蛇的生存十分有利 于是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村庄 就成了各种蛇类的理想生活地级 对于当地的村民来说 每天看见蛇几乎是家常便饭 甚至有些时候蛇还会跑进他们的家中 对于普通的无毒蛇来说 尚且还够不成什么威胁 真正让当地人感到困扰的是毒蛇 在这里五不蛇损合班九不章 这样的毒蛇十分常见 只要被这些毒蛇咬伤以后 几乎瞬间就会丧命 当地对这些蛇臂之不及 可有时还是会因为行走在山路上 被毒蛇咬伤 按理说被蛇咬伤 要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注射抗毒血清 可当地村民却不以为然 只要有人被咬伤 他们都会先来找下主 只要让他念几句咒语 在图点自制的高养 别管是被什么毒蛇咬伤 都能够很快治愈 当地人也因此给了他一个称号蛇王 对此村中人表示 他所使用的是李家祖传的招蛇 只要念懂咒语 就可以将咬人的毒蛇咬来 甚至还能让他为咬伤的人解毒 对于这个说法 记者显然并不相信 尽管不少村民都亲身经历过 但记者还是想亲自拜访一探究竟 很快他来到了李老汉的家中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记者都傻了眼 湖南一大也继承祖传招蛇数 只要念动咒语便能引蛇前来 神奇招蛇数的背后有何奥秘 刚来到李夏初家没多久 记者就正巧碰到被毒蛇咬伤 前来救治的村民 这个村民在山上砍柴时被蛇袭击 送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已经昏迷不醒 李夏初立刻前来查看伤识 结果发现咬人的是一条剧毒蛇 对于不知是什么种类的剧毒蛇 光涂他的伤药是没办法缓解 必须找到这条咬人的毒蛇 才能有针对性的对症假药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李夏初准备施展自己的招蛇数 只见他准备好几个蜡烛 随后又在桌子上摆上供品 准备完这些之后 他便拿来了一只公鸡 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说完之后 他将公鸡的喉咙割破 随后将血滴在提前准备好的黄纸上 并将这些纸烧掉 等了有一分钟左右 李夏初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来到了自家的神堪下 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中 抓出了一条蛇 可此时的仪式并没有结束 只见李夏初将这条花蛇 绕在自己脖子上 并将蛇头对准自己的耳朵 仿佛在听蛇说话 之后李夏初又对着蛇小声说着什么 随后将这条花蛇放走了 记者看到这样的场景都猛了 连忙上前询问其中的原因 李夏初表示 刚才只是招蛇仪式的其中一步 要想找到这条咬人的毒蛇 还需要得到蛇神菩萨的披证 而刚刚的条蛇正是蛇神菩萨的使者 得经过他的同意之后 才能上山找蛇 随后李夏初拿了一些黄纸和蜡烛 便告知众人可以上山寻找毒蛇了 于是记者跟随着李夏初的脚步 来到了山脚下 可刚来到山脚下 李夏初就停下脚步开始四处观望 完事一圈之后 李夏初来到了一旁的杂草处 随后拽下了一把杂草 将这些杂草打了一个紧 随后将杂草放在了地上 一边念动咒语 一边在地上画圈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李夏初才告知记者可以上山了 当记者询问其中的原因是 李夏初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我刚刚看到您这个草上面打的解释 干什么这个 这个是横杀 横杀的 就都在崩了您 所以我们让杀的 都让杀的 一些朋友 都要保护他 湖南老汉精通招蛇 不仅能将咬人毒蛇招来 甚至还能用毒蛇救命 对于自己刚才进行的一系列套动 李夏初表示这是祖传的锁蛇属 考虑到记者没来过这座山 山上的情况十分复杂 担心记者被毒蛇咬伤 所以李夏初将这些蛇锁了起来 这样山上的蛇就无法动来 对于李夏初的这番说法 记者刚开始并不相信 可他们在村中走了半天 竟然真的没有遇见一条蛇 随后李夏初带着记者来到一片密林之中 并表示村民就是在这里被毒蛇咬伤了 可这样一个植被旺盛的地方 又怎么寻找一条不起眼的毒蛇呢 只见李夏初拿出了自己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随后找到了一片平坦的草地 将携带的符纸和香全部点燃 随后对着他们念动咒语 做完这些李夏初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对于自己的这番操作 李夏初给出了解释 原来这是招蛇前的仪式俗称画圈圈 当圈中的香燃进之时 这条想找的蛇就会主动来到圈内 随后记者跟随李夏初来到一旁静静等待 当香即将燃进的时候 奇迹竟然真的出现 只见一条蛇出现在众人视野面前 随后朝着刚才画的圈中进 李夏初瞅准时机一把僵蛇抓住 可他感应了一会儿又僵蛇放走了 原来这条蛇并不是他要找的咬人的毒蛇 李夏初告诉记者 等会还会有蛇到来 就这样等了大约有五分钟左右 竟然真的又出现了一条蛇 这次李夏初显得十分兴奋 原来这才是李夏初寻找的毒蛇 随后李夏初将手伸到蛇的口中 并从蛇口中取出小部分液体 随后将蛇放了回去 之后李夏初回到家中 将取回来的液体放入自己研制的草药中 并给中毒者附下 没想到对方的症状竟然真的有所缓解 当记者想要了解这个神奇的招蛇术时 李夏初则表示这是自家的祖传秘书 不能告知外人 而对于李夏初的招蛇术 相关的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其实所谓的蛇神菩萨本就是无稽之谈 招蛇之人了解蛇的信心 他们通过特殊的草药或气味吸引蛇的道路 从而达到招蛇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这个福音